黑暗大法师vs大邪神左克 不对 怎么给老子捆上了 原来是西蒙激将还没解封 好吧 封印解除 上来就和左克挽起了推手 并且一把抓掉左克手臂 不过邪神是不死之身 奇人之道还是奇人之身 激将很痛苦 谎称大法师也是不死之身 给你一拳 看老子的 我挡 众人很惊讶 不过左克明白 怪兽是不死之身 但操作者的力量是有限的 于是激将堵上一切 发动大招 愤怒之火惩罚火焰攻击 直接命中左克 并且激将用灵魂当作燃料 让大法师一致攻击 但左克血条太厚 瞪大眼睛 瞬间挣脱攻击 并且发出反击 成功击中大黑暗法师 并且将其切成两半 激将一口老血喷出 大法师就败下阵来 并且西蒙激将也就此下陷 这边玛娜终于找到王阳 于是千年积木回来了 生命值也加满了 于是该法老站起来了 王阳要召唤卡密了 而且是三个一起 三道帮忙掠过左克 先是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 然后是天空龙 为了彰显自己不是内奸 率先攻击左克 等等啊 老子一神龙还没登场呢 棋盘上这哥俩明白是最终决战 按末梁表示不装了 老子就是左克的化身 于是两人双双回归本体 打牌搞起吧 三幻神vs邪神左克 王阳大手一挥 巨神兵先攻 一肘子击飞左克 然后大手再挥 内奸龙不在内奸 攻击笼罩左克 接着是一神龙 化作一万光芒 就要燃尽邪神 而王阳继续 巨神兵粉碎神拳 哎呦 居然没有击飞 那看我天空龙的 攻击成功命中 这下击飞左克了吧 都给老子笑一笑 一神龙要化为黄金不死鸟 瞬间砸向左克 民众在高呼 王阳也以为成功 笼罩天空的黑暗逐渐放弃 但地面出现一只大手 我去 这是玩日时啊 黑暗再次笼罩世界 一神龙想放光 结果被左克抓住 就这样太阳被彻底笼罩 三幻神想再来一次 但左克不再被动挨打 瞬间搞掉两尊幻神 然后是巨神兵也难逃一截 瞬间化为三座石像